日前传出挪用公款的前外交部驻斐记代表秦日欣 跟日本女外交官的飞文引起了轩然大波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台北地点署侦办秦日欣 涉及了贪毒案 以被告的身份传唤秦日欣道案说明 不过他一看到媒体拔腿就跑 跟媒体上演的追逐战 几乎是用跑百米的速度冲上车子 那么对于官司跟飞文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警方训后将他吃回 但是对他限制出境 整起案件还在侦办当中